早安 那邊是六巨石的方向對嗎 對 好 你們剛從上面下來嗎 是 各位觀眾 01 另外一個1在哪裡呢 在這裡 歡迎來到101 那是每個城市特有的天際線 不管在台北的東南或西北 台積頭有飛機型環遊101 世界最強河流 從尼羅河爾世界最高峰聖母峰 我們這一趟就要走訪台灣最高樓101 從遠處看 靠近看 走到裡面看 讓一個測這基地的觀光客 我們就回到登山口開始吧 守護台北盆地的象山 是長得像大象的山丘 同時也是台北人的戶外健身房 專屬於大小雞群的戶外健身房 象山有幾個登山口 但是如果你想要方便停車 最快到達六巨石的話 首推北欣寶宮登山口 哇 準備要上坡了 很高耶 很高耶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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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是六巨石的方向對嗎 對 好 你們剛從上面下來嗎 拜拜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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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10公斤的吉他 厲害吧 對啊 10公斤喔 絕對要背它爬山才有爬到的感覺 電吉他喔 電吉他 不是 是木頭的 木吉他 木吉他有那麼重 木吉他 袋子比較重 真的 要不要拉一下... 真的 真的很重 厲害喔 古典吉他嗎 古典吉他 古典要有這麼重 真的蠻重 我要去唱歌 帥... 師叔 謝謝 拜拜 你要下山老 不會 保到未老 拜拜 四壽山步道 來... 各位 各位同學做好了 來 台北近郊山區小志士開課了 來 看一下這上面寫什麼 四壽山步道 為什麼寫四壽山步道呢 因為台北市新一區共有四座山 分別為虎山 豹山 獅山 象山 他們就合稱為四壽山 OK 最著名的就是我們的象山啦 象山從遠處看 像一條長長的鼻子 雖然我們身在此山中 看不到這條鼻子 但沒關係 我們下去再看 繼續 出發 六巨石 六巨石 向山風 六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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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 兩個大字 向山 向... 山... 風... 登... 不用我...不用我做什麼 它就很爽動 實在是太讚了 攝影平台 攝影平台 這邊請 真是的 怎麼會今天運氣還不錯 真棒真棒 這條步道真的算平緩 而且呢 如果你一家大小來的話 其實都可以爬 除了一家大小來 可以爬之外 如果你有扛氣才來啊 也是可以很好到的喔 因為中間我們這個攝影平台 台北市風景罩的生產地之一 Let's go 各位觀眾 01 另外一個1在哪裡呢 在這裡 歡迎來到101 哇 都是人 超多人 因為這裡到了我們的 101明信片拍照點 六十四 不能太大聲 怕嚇到上面的人 我們現在找地方登上去 走 哇 哇 雖然常在媒體上面看到 但親自爬上來 真的有一股感動感耶 101在哪裡 在後面 拍一張 我喜歡的台北 有很多樣貌 從象山 用平行視角 遠眺101 接著移動到時代老眷村 換個仰角的角度吧 嘿 從台北第一名的交山步道 回到地球表面囉 在台灣第一高樓 101旁邊 也有一座第一名的眷村 是國民政府簽台後 50年代第一代眷村 一得一 二二得四 三三得九 四四南村 我們今天來到四四南村 香港人 在四十五 桜 香港人 城市 公園 清海 萬土 香港人 但是细细品尝它就像一首歌一样 慢慢地说着它的故事 因兵工厂工人起居所兴建的四四南村 在当时还是台北的乡下 工人在这里居住了五十年 躲过了拆迁 老榕树还在持续繁荣 四四南村也被赋予新的生命 低矮的房舍矮墙好像带上时代滤镜 昔日串门的窄像成了特色 老房舍也成为亲子共度时光的去处 让人们找到了拜访的理由 在举世文明的101大楼旁边 继续丰富这充满历史的老灵魂 终于来到台湾一生必打卡景点 101 终于来到101了 但它落成这么久还是第一次来好好了解它 我现在可以讲完两句话 它电梯门都还没开 我们等一下看看 好多人啊 我们来到了101出了名的超高速电梯 它可是曾经获得世界纪录 世界上最快的电梯哦 走 走 很快 听说到五楼到八十九楼 只有三十七秒 我在飞的感觉 真的在飞的感觉 天啊 原来这就是腾云家务吗 他连配乐都配得这么好 太棒了 我们到了 好了 我们到了 出发 好美 来来来来 台北建筑地标小考试 来考考我们芷姨 来芷姨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片美丽的大地吗 好 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外面看出去的是台北市的西面 西面 对 西面算是台北市圈 东西南北以来算是比较繁华的地方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右前方有一栋橘红色的高楼 有 没有人挡得住它的 没有人挡得住它的 台北新光摩天大楼 哇 你形容词很棒耶 谢谢 不客气 那新光摩天大楼的右前方有看到一个 比较矮的四方形红色砖瓦屋顶的房子吗 完全有看到 请问它的名字是 台北 对不对 对 台北什么 台北 台北车站啦 对不对 台北最大的迷宫台北车站 哇 哇 姬姬我们现在来到了101的 台北市的北面 哇 台北市的北面 哇 那我们这边要看些什么东西啊 很厉害的景点 这边有看到右手边那一条河流吗 绝对是有看到的 好的 请问它的名字是 这条河流一看就是要流向我们的基隆 是不是 哦 它的名字叫基隆河 这条河流向是不是流向基隆 都不一定 OK 是不是 基隆河变向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答对它 也可以 也可以 算你成功 来来来再一题再一题 再一题 好 那请问 简单一点 有看到两个银色圆形屋顶的建筑物吗 跟你说一下它的名字 它们叫做小巨蛋跟大巨蛋 题目是小巨蛋在哪里 小巨蛋喔 是哪一颗 离我们近的还是远的 好啦 现在看起来远的是比较小没错 是比较小没错 但我猜 但我猜离我们近的 是小巨蛋 等一下再搞一题 好那离我 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 这边先 再跳一下这边 好我猜 离我们远的是小巨蛋 没错 离我们比较远的是小巨蛋 谢谢子依我需要一点掌声 谢谢 好那我们小考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 可以 下一个合格 下一个合格 谢谢子依原本是我要考它 没想到事情发展成这样 好那没关系 事到如今我们往下一个点前进吧 好没关系 Let's go 你们有看到吗 大象的鼻子 下面白白的房子就像象牙一样 还有它弯曲着躺着的身体 原来就是我们爬的象山 还真的很像大象 除了赏景 还有来到101的必踏景点 圆圆的这颗 就是让101稳如泰山 毅力不咬的阻尼器 101不简单 101的阻尼器也不简单 它可是世界上第二大的阻尼器 而且啊 阻尼器一般都会藏在看不到的地方 就是少数可以看得到的阻尼器 简单解释一下 阻尼器就是当台风来的时候 嘿 地震的时候 嘿 阻尼球呢 就会在中间 往它的另外一个方向 晃过去 晃过去 利用反作用力来保持房子的平衡 哇 厉害吧 逛一圈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准备踏上天际线吧 嗨 子依 嗨 好久不见 还好 还好 我们现在要去天际线了对不对 对 我们要去户外的活动了 好 我没办法自己去 你要带我去 没有问题 走吧 出发 好 子依 我们要搭车来店 你去 101楼 终于要去101楼了 来 可以请你帮我按下去吗 没问题 因为我等一下要按更重要的按键 耶 好浪 这边就是我们上 天际线之前要穿的安全装备 那我这边教你怎么穿 准备出发去 准备出发去 去天际线101楼的户外 准备出发去 去天际线101楼的户外 460到了 这里还可以充电 不行 不行 那你不能充电 460到了 好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整个大楼的这个地方 记得刚刚从89楼93楼都有绿色的标志 对 现在我们在这个最高的湖外 来到这边有两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 站上台北的天际线 第二个任务 拍一张酷酷照 好 OK 我们刚拍完照 所以呢 很棒喔 这里除了 没有除了 就是你没有伴侣来的时候 还有人可以帮你拍照 而且是专业摄影师 谢谢 往下走 走到这一面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台北的盆地是被群山围绕的 有看到层层的山软吗 那里 那里是 一层又一层 对 非常多层 第一 随便来都可以看到这样的风景吗 今天的能见度算是非常好的 今天的能见度算是非常好 你今天很幸运 大家都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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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最远的地方 最远的地方 我们从101看出去前面那一块 是领口台地的位置 领口台地啊 没错 所以会是平的是吧 它比我们高 所以你正前方有看到那一群 屋里面的房子吗 那就是领口台地的位置 成为走过天际线的男人 心情就是不一样 我带了一个礼物给你们 一朵云 是不是很厉害 我们来喝云朵咖啡 这个饮料配上这个景观 10大楼到处都是景观 太厉害了 太美了 这里还有一个新体验 让我们登上91楼 爬到山上看 走出去看 还看不够的话 等一下我们用飞的 这个沉浸式的飞行体验 可不是打电动喔 真的是1比1复制机舱的 航空训练器材 让我们从松山机场 飞到桃园机场吧 好 当速度到100 到100的时候再把我放掉 好 放掉是手放掉吗 这只油门的手 油门的手放掉 对 可是你超重感的手 要一直握 到100 先拿起来 好 等一下准备喔 起飞 好 起飞 好 往后带 慢慢的吗 如果我太快 它会不会绕一圈 对 不会 它不是战斗机 来 慢慢的 拉起来 一朵云 机场发言 这个按下去吧 下去 各位旅客 各位旅客 准备到达我们的 目的地 桃园机场 OK OK 另外一只手要放在油门上 好 好 收油门 收 往后收 收到 第一对不对 收到第一 然后前面有两片 这个剥片 这叫反向推力 往后拉 往后拉 对 好 有没有听到一个噪音 是因为我们的反推启动了 OK 那也是帮助我们做刹车 好 飞机停下来之后呢 来 手刹车 拉起来 然后 安全带到后腿往下拨 等一下 我再拨一次 再帅气一点 哎呀 不错 幽默有样 Nice 然后 Captain speaking 哪里 这一刻 这一刻 各位游客 我们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 感谢你的搭乘 感谢你的搭乘 下个礼拜 记得看直播 记得做什么 看直播 看直播 所以你要看这个 敬手奖 记得看直播 OK 谢谢教练 OK 91楼除了飞行体验 还有新开放的户外野餐空间 让我们在这里唱首歌吧 天空和建筑 画出了边界 那是每个城市 特有的天际线 不管在台北的东南或西北 台积都有北极星 还有101 在101 可以眺望台北本地 在101 眉毛能跟白云摒起 在101 感受台湾这片土地 有微笑 有坚强 有善良 令人珍惜 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故事 用它们的大自然和人文 写自己的故事 我喜欢的台北有很多样貌 超高速电梯冲向天际 在建筑科技的顶峰俯瞰城市 随手摘下一朵云装饰珍奶 几十年前的低矮眷村 被珍贵地保存着 继续创造属于台湾的记忆 还可以站在巨大守护神的 象山的肩膀上 记录另一个角度的美 这就是我喜欢的台北 怎么样 离开地球表面各位 等一下就请示意识 直接带到我们最重点的地方 就是我的脚 来了各位 谢谢 我们往下一站前进 Let's go 耶 啊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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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